欢迎收看边缘运算创造获利核心 设备维运成功学的线上座谈会 在工业4.0的浪潮之下 全球制造业的生态系有了非常大的改变 那在传统的量产模式呢 更是受到了很大的挑战 因此能够弹性快速换线的产线 就成为现在最新的趋势 那台湾有许多的业者呢 也开始接受客制化的订单 开始在生产线上能够依照产品的特性 来弹性调整生产的流程 同时也导入自动化的设备 并带入智慧化流程的概念 那在此同时呢 如果这些机械设备 它们具有自我检测以及智慧化的能力 相信就能够大幅减低人为的损失 以及耗损率 进而确保我们产品的品质 那在今天远距离系列座谈会的第二场 我们特别邀请到在自动化量测领域 深耕的灵滑科技 以及智慧机械专家 顾德科技 来和我们分享 针对呢 在优化生产流程过程当中 具有非常重要角色的 加工机设备监诊议题 来跟我们分享 他们过去的宝贵经验 那在今天的议题内容呢 也包含了第一个 如何在不同的设备当中 应用不同的监测方案 那第二个呢 如何透过振动分析 来解读仪器的异常 并具备自动校正的能力 相信这些都能够协助业者 来解决他们自身上的痛点 进而达到优化生产流程的效果 那我们今天呢 非常高兴能邀请两位产业的专家 来担任我们远距座谈会的讲师 首先我们要欢迎到的是 林华科技智慧工厂业务部的Ted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林华科技的Ted 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的是 顾德科技的Vincent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顾德的Vincent 那这里我们想要请问Ted 我们知道呢 林华科技长期呢 都致力于在量测 以及工业制动化的领域 那同时呢 也提供了智慧工厂的解决方案 那我们想要知道 身为智慧工厂的推手 以你的观点 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智慧工厂的这个趋势当中 林华认为有哪一些项目 是厂商能可以优先来发展的 由于这个COVID-19这个疫情 那智慧工厂这个题目 最近也广泛的被讨论 那也是各家厂商 在努力的一个方向 那其实智慧工厂 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那从这个无人搬运车 旧设备联网 到这个机械手臂 到这个设备故障预防监诊 这些都是智慧工厂里面的一环 那林华这两三年 其实我们也全力在投入各项的一些发展 那其中我们认为这个最成熟 那也最值得做投入的 其实就是这个设备故障预防监诊的这一块 那其实大家应该都有 或多或少看过工厂里面有些设备 像空压机啦 像是这个半导体厂内的一些Dry Pump啦 那这些设备都普遍存在于工厂之内 那有些设备呢 其实可能你可以忍受短暂的停机跟故障 但有些其实你不行 有些设备它在停机故障之后 尽管是很短的时间 都有可能造成 业主很庞大的损失 像半导体的Dry Pump之类的 这些都会造成一些损失 那设备故障预防监诊 我们就是希望透过Sensor 来把这个设备的状态把它监控起来 那监控起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做一些预防的保养跟分析 那现在的厂商一般如何来做到这一块 普遍来说大概就是用人的巡检的方式 就可能派一个人到这个厂内的各个设备那边去 来透过这个人力的方式来做巡检跟监控 然后把它用直奔的方式记录下来 那我们临华认为说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旧的做法 应该要导入自动化的设备 来把这个设备做一个监控 那例如我们临华的MCM204 我们就提供了一个这个很好的方式 我们把这个设备端的一些状态 我们透过振动的一个截取跟分析 把它这个状态截取下来之后 传到后台 那后台搭配软体的一些分析跟记录 我们就可以 即时的知道这个厂内各个地方设备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认为是工厂里面 可以优先建制的一环 那另外一种这个设备的监控 我们谈的是这个金属加工的一个监控 那金属加工其实也是台湾一个很庞大的产业 比方说这个冲压 比方说这个砖孔 那甚至像CNC加工 这些其实都是普遍存在于工业当中 那这些设备其实都有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这些设备它都有这个刀具 那这个刀具它在用久都会磨耗 这个磨耗会造成什么问题呢 这个磨耗会造成被加工品的一个品质的不良 那可能会造成这个产品的报废 可能会造成产品的损失 那其实都蛮可惜的 那我们的这个机械加工的这个监控 主要我们也是希望透过我们的MCE-M100 这样的一个产品能够协助客户协助业主 把这个加工机的一个状态 它的刀具的使用的状态能够监控起来 我们提早在这个刀具快要损耗之前 我们能够提早的预警 那来提早的更换刀具 来避免这个加工品的一些损耗跟不良的状态 那这个时候需要的 其实加工品 其实机械加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是 它是一个高速的一个运作的机械 它需要更高速的一个资料 截取跟分析 那我们临华的MCE-M100 也提供了这个高速运算的能力 那再搭配上顾德的 像Machine Learning的软体 这个时候 我们就能够很有效的来协助客户 做这样的一个预防 那以上谈的这两点 其实都是我们临华认为说 能够在智慧工厂里面优先建置 而且能够快速建置 能够得到回报的一环 那接着我们想要请问Vincent 你知道顾德呢 在振动量测以及设备的肩枕上有非常丰富的实战经验 那我们想要请问一下 在厂务设备的肩枕啊 以及机械加工的监控上 做法是不是不一样呢 那如果不一样 具体的差异会在哪里呢 其实厂务设备跟一般的加工设备 其实在我们监控领域 其实它确实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厂务设备 它通常贩指的就是这些连续性的转子电机 那在工厂里面常见的这些转子电机 不外乎就是马达 凤普或者是压缩机 这类机械设备它其实在运转的时候 是以一个连续式的状态 所以其实监测的重点 就是在监测这些连续式的状态 它是不是持续连续 或者是说 它突然有异常发生 那在振动上的观点 它就会是 它是不是振动过大 或者是一般来说有异音 那如果我们要再深入讲更深一点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会用一些席字的数学 比如说是时间预上titleman的量测 那这里面很常见的数学就是 我们监测风对风指的振动 或者是监测RMS指的振动 或者是一些波包的监测 那另外一个连续式监测的特性重点 其实是在频率预上 那我们大家在振动领域监测 常会用到的就是一些负异页转换的FFT 那或者是把这些波形转换成小波 然后再去分析这些东西的频谱 因为各式各样的频谱的稳定态 其实它会说明这些机械的构成 譬如说培林 它是不是有异常的摩擦 那这些滚珠是不是有异常的磨损 那还有是说我们的轴 转轴的轴承有没有弯拒 或者是有动不平衡的状态 那其实总的来说 这一些所谓在厂物端的连续性转值设备 它要监测的是一种 它长时间运转的连续的状态 是不是维持的 可以维持稳定这样 那生产端的设备 它就会复杂的非常非常多 那简单来说我们刚才Ted有提到加工机 那加工机除了它有 通常的话都是有一支转值 那其实这支主轴 它就是一个转值设备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连续式转值设备 有可能损坏的原因 都会在这支主轴身上发生 但是以加工机而言 它另外还会有一些因素产生 它会有三项的移动轴XYZ Table 那XYZ Table又由三颗四五马达相接 这些移动轴 那这个移动轴呢简单来说 一条移动轴它会有左右两端的培林 还有一个螺杆滑块 最后再接上这样的马达 也就是说我们这些 这些金属加工的行为 或者是某一个金属加工的行为 是由这个机台的所有的部件 跟它最后组合而成动作所组成的 所以也就是说 它监测的难度在于 这台机台有任何的一个地方是损坏的 就会造成产品有问题 所以这是机械监测其实是最大的难度 那再过来 生产设备跟转子机械在监测上 它会有非常大的不同 因为转子设备主要是在监测一些连续性的状态 那生产设备它其实是一种不连续的状态 但是它通常因为它是在制造大量相同的产品 或者是执行大量相同的制程 所以它监测的重点主要是 它在监测每一个非连续式 但是具有重复性的一个加工生产行为 那这一些加工生产行为 因为通常生产设备是由各个洞见所组成的 所以在监测这些加工生产行为的时候 其实它必须要监控的参数就会非常的多 而生产设备又有一个特性 就是一台生产设备是被生产出来 通常都是在执行不同产品的生产 也就是说同一台就算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设备 它必须是执行不一样的制程 但是这样子如果一台设备它损坏了 它在执行不一样的产品制程的时候 它所产生出来的异常特征或异常讯号 它也会不一样 所以这其实就是生产设备在监测的时候最大的难处 也因此这样 就是要监测这种生产设备 它就必须要去结合一开始 我们所熟悉的这些讯号分析技术 但是针对这一些不同 同样设备但是它执行不同产品的行为的时候 它就会再导入一些所谓的机械学习的一些演算法 那机械学习的演算法最终它就必须要去结合一些模糊化的因素 它就会结合所谓的Deep Learning 那根据这些厂内做出产品的特性 或者是说品质宽利的一些记录 去做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些Labeling 让这个生产设备的监测 可以透过这些训练好的数据越变越聪明这样 我想这两点就是连续性转子机械的监测 跟非连续性但是具有重复性生产设备行为的监测的时候的最大的不同 我们知道工业4.0的制造模式是透过软硬体的整合 让生产流程具有智慧化的能力 那当然其中AI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刚刚Vincent也有提到机器学习的概念 那这里我就想要请教一下Ted 我们知道在智慧制造已经进入了这个AI的时代 那我们想问专家 AI也能够跟监控来做结合吗 是不是可以请Ted来跟我们指一个成功的案例 是以AI的技术成功整合以上的解决方案 是的我们林华本身也是AI的专家 那我们透过跟NVIDIA的这个合作 我们已经有各种不同的这个AI的产品线 而且也得到很多的一些案例跟经验 那监控确实可以跟AI来做一些整合 怎么说呢 因为其实各种不同的设备 你要去监控的时候 你要去建立各种不同的模型 你每一个机型 你每一种不同的设备 你要重新去把这个它的运作模型 重新建立一遍 这其实是很辛苦的 那AI擅长的就是 把这个不同的模型 透过AI的方式自己来做一个整理 所以透过AI的方式的话 就可以简化很多这个 前期建立模型的一个过程跟时间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提到 我们顾得的machine learning 我们顾得的machine learning 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来简化每次这个新的设备的导入时间 那搭配上我们零华这个 首创的一个产品叫MCM100 就在我桌上的这一台 那我们这个MCM100呢 是把这个量测模组跟四核心的一个电脑 结合在一起 所以它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监控加AI的平台 那讲到这边我想跟各位分享两个一个 两个实际的案例 一个是我们在冲床这边的实力 那冲床这边的话我们的客户是一个这个汽车的 汽车领主件的一个供应商 那他在这个每次的这个冲压过程当中 其实他们发现这个冲压的这个刀具 使用久了以后 就有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钝化的现象 那这个钝化的现象就会造成这个被加工的这个工件 它会产生一些比方说这个切割面不够平整 然后毛边等等的现象 那这些被加工的工件被加工的产品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就会变成不良品了 就有个报废啊 就会产生一些损失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损失 那这个时候透过我们的MCM100 我们把这个冲压的这个刀具 我们把它做一个及时的监控 那再搭配上这个GOOD的这个Machine Learning的模组的时候 我们可以及时的去监控这个刀具的一个锋利的状态 当它已经介于这个锋利跟不锋利之间的时候 那这个使用者跟管理者就可以去评估跟决定说 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刀具做一个更换 来确保说我的这个生产的加工件是处于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 这是第一个我们实际的一个经验 那另外一个我们另外一个经验是PCB钻孔机 其实PCB这个行业在台湾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 那在PCB里面这个行业里面 有一个常见的一个设备就是钻孔机 它要对这个PCB做钻孔 那这个钻孔的这个好坏影响最直接的 其实也是那个钻针 钻孔机的那个钻针 那这个钻针如果使用久了一样 跟我们刚刚讲的一样 有它的一个钻化跟不锋利的问题 那这个钻针如果钻化掉的话 其实那个钻孔就会产生可能破孔 破裂或者是不平顺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问题其实就会造成PCB的这个报废 那你知道其实PCB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5G的时代了 这个PCB都有很多成板 高精度 这些不同的一个比较高阶的一个产品 那这些PCB其实都很贵 成本很高 成本很高 往往比那个钻针还高 所以我们的PCB业者就思考一个问题了 我如果说这个钻针 钻化掉造成这个PCB钻孔的一个损失的话 我不如提早换钻针 那他们就会思考说 那我们是不是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监控这个钻针 在快要钻化之前我赶快先停机 我把钻针先换掉 这样子我的PCB就不会损坏 去确保我PCB的良品的一个比例能够提高 所以这样的方式 其实都能够协助我们的产业 我们的业者能够去加强它的品质的控管 甚至能够直接的减低损失跟花费 那我想要请问Vincent 因为我们知道光是金属的加工制程 就有非常多不同的种类 那我们想要请问是哪一个类型的 金属加工业者会需要这些监测方案 就目前我们所碰到的 因为其实金属加工的种类真的非常的多 那我们所碰到的其实还是在这些 设备的动态监测上的需求 譬如说刚才Ted有提过的冲压机 那因为冲压它就是一个冲压成型 那所以冲压成型它的设备如果有问题 或者是说模具如果有问题 或者是说像刚才Ted提到的刀具如果有问题 它们冲出来的东西它都会有 它都会有可能有异常发生 所以就会导致品质的问题 那另外还有一个金属加工产业 它其实是所谓的自动焊接 比如说摩托车车架汽车车架 它是以机械手臂然后带一个电流的焊接头 然后去用自动化的方式它去焊接 但是在焊接过程中它有可能会漏焊 缺焊或者是手臂本身有问题 或者是它在焊的过程中卡到一些 卡到一些铁渣会导致这些电焊的电流不稳定 这也都会造成品质问题 那还有一个很大量 就是Ted一开始提到 它有类似PCB砖孔机 它是一种金属雕袭的一个 就是我们所谓的洗床 或者是自动洗床 那我们用的很多的电脑机壳 是金属的电脑机壳 或者是我们常使用的金属的手机机壳 它有一个部分的制程 其实它就是用金属雕袭流程去雕出来的 它有一种是车床的加工 比如说马达会有马达的新轴 那它必须是非常非常对心的 那这种新轴在加工的过程中 它容易卡到一些渣 那如果它的夹持的这些弓箭 有一点点角度的偏移 就会造成它接下来雕袭流程造成不对心 那不对心的马达 它当然就是所谓的不良品 这样都会影响到它的生产品质的问题 那还有一个很大量的金属加工 其实就是我们熟悉的扣件 也就是说螺丝 那其实台湾有很多很多隐形的 所谓的隐形冠军 它是在做所谓的精密螺丝 不管是航太的或者是超跑的 这一类的螺丝 其实它被要求的精密度是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它在制作过程的品质就相当重要 那当然现在的厂商 它都会去做最后产品的检查 譬如说所谓的AOI 或者甚至现在是AOI加上AI的影像识别 但这一块其实是在产品去做检查 那业者在智慧制造的流程中 他们希望我早一点在产品出现异常的时候 我在制程的情况之下 我就想要知道我的制程是不是有出问题 做一个更前期的保护 所以大致上我们碰到的一些金属加工业者 会是这几类 听起来其实很多不同类型的金属加工业者 都是需要这些监测方案 那我想大家可能也会好奇 那当这些加工业者 他们导入这些监测方案的时候 最大的好处以及最能够解决的痛点会是什么呢 我想在制造业 他们想要得到的好处 或者是想要解决的痛点 通常都还是会来自于产品的品质 或者是产线的驾动 我希望我的工厂不断的不断的运转 连续的运转 而且产品一直产出它其实都是好的 这样子对整个生产行为是非常健康的 所以其实要导入智慧制造 或者是边缘设备这些检测 其实它最大的目的 就是我要保证我的工厂生产是正常 然后连续 然后如果万一不小心产生 有产品异常的问题 我可以提前知道 然后甚至去防御这些事情的发生 我想就痛点来说 其实每一个金属加工产业 其实它的痛点不太一样 或者是说我来回答一下 它想要解决的问题 大致上会是什么 例如说我们刚才讲到 我们以冲压成型这个东西来做举例好了 有一些冲压产业 它不见得是全自动化 它会是人工摆件 那人工摆件 它会有个问题 就是我有时候可能把这个东西摆歪掉 但是设备就把它冲下去 所以摆得不够正的时候 它也有可能去冲坏掉 但是它其实是一个连续产出的行为 反正就是一个人一直摆 一直冲 一直摆 一直冲 所以我摆歪掉的时候 或者是其实这个人类 他每次摆都摆歪 那我希望提前去警示这件事情 才不会让这些不良品 废品一直不断地被产出来 那冲压还有另外一种形态 它其实是连续送料 所谓的连续模具 那它的痛点就会是在 当我模具坏掉或者是刀具磨损的时候 没有察觉它就不断不断不断地在产出大量的不良品 如果这一整天都是驾动 那就会浪费这一整天的驾动力 这其实对业者来讲 它是非常非常痛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再举自动焊接为举例 其实它是类似的 因为我们在提到所谓的智慧制造 其实它到最后都会跟一些 比如说无人工厂或者是全自动生产来做上连结 那不管是无人工厂或者是全自动生产 它都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其实人会越来越少 在现场的人员会越来越少 但是设备是必然必须得存在的 所以这种情况就是设备在做 但是设备出问题的时候产品依旧被产出来 所以它是必须要被拦截到的 所以其实说到底 他们所有业者的痛点 其实就是产线是不是可以连续 那不要我产出不良品的时候 没有被monitor到这些事情 那刚刚Vincent也有提到 这些金属加工业者 他们导入了这个监测之后的好处 以及能够解决的痛点 但我想相信这个背后一定有一定的技术门槛 所以接下来我就想要请问Ted 当这些使用者他们在导入AI的边缘运算 或是检测方案的时候 是不是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是的 我们观察起来 这个普遍客户碰到最大的困扰 是找到这个适合的软硬体的平台 那我们先从硬体谈起 那一般我们有些客户 或者是有一些使用者 他们会认为说 我要做监控 我要做AI 那我是不是自己来找个PC 来找个资料截取的装置 然后自己整合一些sensor 我就能够来做监控 但事实上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其实监控这个事情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些硬体的部分以外 当然还牵涉到软体的部分 那软体跟硬体是不是能够适当的配合 其实往往会需要经验来做选择 那因为我们零华 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厂商 我们除了做IPC以外 我们也有做这个 相当完整的一些量测跟监控的模组 所以我们会在这个PC 跟这个监控模组之间 来找寻最适合 最能够搭配的一些硬体 那再加上这个适当的sensor 那我们就能够提供一个 这个适当的硬体平台 甚至有些客户会想说 那我去买一台一般的电脑 然后加个这个GPU的晶片 那是不是就能够做AI 那其实我们零华最近跟 这个NVIDIA合作的关系 我们在AI的这一块 就有相当丰富的经验 我们发现到一个事情是 其实AI的硬体也没那么简单 它并不是像我们坊间想象的 买个PC买个这个NVIDIA的GPU显卡 上去就是一个AI平台 不是 它会有一些很复杂的 一些相容性的问题 在硬体的相容 在这个驱动程式的相容 甚至在上一层的一些 Toolkit SDK的一些相容性 都会让很多的客户 碰到一些瓶颈跟困扰 那所以我们零华也 看到了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推出了一些 整合性的平台来 协助客户直接把这个 AI的部分 做一次性的一个解决跟处理 那再来谈到这个软体的部分 软体的部分 其实AI也是一个 AI跟监控都是一个相当麻烦的一个部分 那除了刚刚提到的AI的一个选型 AI的SDK的选择之外 在这个监控的部分 你的软体你要不要开发 你要开发的话 那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 这我们都常常在跟客户探讨 那客户最常碰到的问题像是 那他要用什么样的演算法 这个演算法适不适合 要不要自己写之类的 那再来甚至比方说像UI 跟后台的资料的传递 甚至比方说 客户还会考量到我 传送到后台的时候的 战情式软体要不要建置 这些其实都是一系列的 软体的选择性的问题 那我们零华都有 除了自己自制的以外 我们也有一些像 顾德这样的系统整合商 我们能够来做配合 来提供客户 做一站式的一个采购 一站式的这个选择 我们都能够提供给客户 帮您从这个硬体部分 监控Sensor 到后台的资料传输软体 战情式 我们都能够提供客户 一个完整的方案 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话 就能够提供客户 更完整的一个选择 那刚刚Ted有提到 很多在硬体上面 选择的这个考量点 比如说跟软体的相容性等等 那接下来我们也好奇了 在AI模型导入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一些需要进一步考量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请Vincent 再把我们补充说明一下 我觉得说明这个 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大概来形容一下 AI的特性 那AI我们所知 要进行一个AI的训练 它就必须要有 大量的数据累积 那除了要有数据之外 这些数据必须是可用的数据 也就是说我们俗生的 清洗过的数据 或者是精炼化后的数据 那接下来针对这些数据 我们要做所谓的labeling 然后再丢到AI引擎上 去加以训练 然后才会跑出一个 可以监测的所谓的AI的模型 那在这一个原则之下 以现在在导入AI的工厂 大概就会产生 其他的问题出来 我们大致上形容一下 就是说目前在工厂 我们想做监测这些客户 遇到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其实我想导入 但是我并没有大量的数据 因为其实每一个产业 甚至很多产业 它的机型是完全客制化 它也没有参考可言 所以如果我要做比较精准 或者是所谓的比较智能化的监测 它就必须要重新收集大量的数据 那这时候问题就会来 就是说 这是业者很实物上会遇到的问题 因为我们其实在额外装这些感测器 或者是在装这些监测系统的时候 它必须要花钱 但是我要得到大量的数据之前 我在装这个收取数据的时候 其实我装设成本它是必须要有所付出 但是我在收集这一段数据的流程的过程的时间里 它并不会产生立即性的效益 这对业者而言 它就会有所取舍 是不是这个钱 或者是说这个预算 我们来延后 或者是去找寻其他的方法 这是现在很务实会遇到的问题 那再过来其实 那因为在一个工厂里面 它的设备会有非常非常多种 也就是说提供这些设备的 我们所谓的vendor 或者是设备提供商也会不太一样 那一旦我们要去跟这些机台 要这些生产数据 它其实也会遇到一些设备的交握的问题 所以每一台设备的交握方式会不太一样 也就是造成 你要去取每一台设备的数据的时候 你必须要耗费相当程度的工 去读它的spec 或者是去了解它这些数据是怎么产出的 这其实设备的交握或者对接的问题 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那再过来其实 在我们所谓的数据清洗 或者是数据纪念上的问题 我们一开始有提到 这些一样的生产设备 其实它会执行不一样的生产行为 也就是说它的有用的数据这件事情 它的纪念的方式 或者是它清洗方式 它必须要经过一定程度的设计 而不是说我今天一个sensor装上去 然后我只要长时间得到大量的数据 我把这些没有整理过的数据 直接丢到AI的engine里面 它就会劝出一个很理想的结果 这其实并没有这么容易 那再过来你得到这些数据之后 你清洗完数据之后 你还是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labeling的问题 那我们在工厂中 我们是不是必须要养一个这样的人 或者是指派一个专门的人 去进行这些大量数据的labeling 这其实也是业者遇到的困扰 因为我不太确定我AI导入的时候 会造成我实际上什么样子的效益 但是我现在必须要有一个专门的人 去不断的花时间在这上面 那万一如果这装饰没有效益 该怎么办 这其实都是 目前提到这些东西 大概都是我们客户上 我们在客户端实际会遇到的问题 这样 那我们听下来 其实会知道 导入这个AI监控 其实对我们业者会有很大的好处 但是当然相对的 Vincent刚刚也有提到 很多在导入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些困难 那接下来我们就想要请问 Vincent可不可以再帮我们补充 那顾德克基在这一块 能够协助业者解决的方案是什么 以及这个方案的特色会是在哪里呢 好的为了解决这一些 比如说必须要有大量数据 才能开始执行设备监测这样子的问题 那我们的方案里面 其实我们主要就是说 我们希望业者在装设 这个监测设备的同时 它就可以开始执行机台监测的 那这样至少我们在 要收取数据这个预算 必须花下去的时候 我可以马上就可以有监测 产线设备是否正常的效益 所以我们做法大致上会有几上几点 第一点我们的演算法设计 其实它就是为了转移这一些 产线上不管是制造人员 或者是评管的人为经验 所以首先我们会用机械学习的方法 去学习产线上什么东西叫做良品 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那转职人为的经验开始去 monitor这一些生产设备机台 一旦这一些生产设备机台 它的情况出现了 人为认知以外的异常 我们就会随时警示 那这一面也用到一个自动追踪的 自动追踪讯号的一个技术 那这是为什么 这是为了解决机台交握的 机台交握的困难点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用一个外部的感测器 那我们会去学习这一道机台 它分别在做不同种类产品的讯号 一旦这个设备 在执行这样子的产品的时候 我们的电脑就会知道 我已经在做这个制程 所以它就会自动去monitor这个制程 跟以前它在做这个制程去比较 那比较有误差的地方 它其实就是制程有异常的地方 那以这样子的概念 一开始我们就可以去执行设备的监测 但是在执行设备监测的这一个流程 或者是这一段 这一大段时间里 我们同时会去收集非常大量的数据 那这一些大量的数据 又被我们已经预先建置在 所谓机器学习系统里面的 一些演算法模组 把这些数据清洗得干净 也就是说我们premodel 在这个Machine Learning的Solution里面 那这些model其实 不外乎就是一些大量的数学 譬如说我们把这些讯号拆解成 有频率相关的 或者是食欲率相关的各式各样的演算法 所以我们可以在标定动作的同时 也把这些动作所有的机械特征给清洗出来 那这样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好处 其实我们刚才一开始 可以回应到我们一开始 连续式的设备是监测它连续式的动态行为 是监测这个连续式的状态 那洗过的动作 我们所谓经验化的数据 我们在这个经验的流程 其实是将这一些非连续式 但是周期性的动作 它就会变成一种类似连续式的状态管理 那其实我们工厂的使用者 或者是我们科技业的工程师 其实很擅长去管理这一类 连续式状态的管理 那它以这种连续式状态管理 它就可以根据它场内的feedback 比如说现在产品 有一点开始发生问题 但是我现在这一个连续式状态 它的趋势落到什么程度 它就可以定出所谓的预知保养的时间点 或者是它可以定出 我哪什么时候寄来 就已经快要坏掉 然后来提前预警这样 那也因为这个特性 因为我们已经有洗 我们刚才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刚才做了洗数据 累积这一些连续数据 那一开始我们又透过人为经验 去设置这些监测的门槛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面 已经具备了什么条件 已经具备了一个门槛 它可以告诉你 现在我得到的这个数据 是什么状态 其实它在里面 其实就已经在做一个 所谓的autolabeling的角色 也就是说我现在得到的数据 其实是一开始就由 你帮我设计的监测门槛 去做了分类 那这样子的分类其实就是一个labeling 那labeling好的数据 其实它就可以直接放到 AI引擎里面去训练 那在这个训练流程的时候 我们还需要一个东西叫做事件 就是我们需要人去告诉 这个AI的model 发生这个事件的时候 它是代表什么意义 也就是说 所以我们的方案大概就是这样 我们在监测到某一段时间 如果突然它有一个异常事件 跑出来 或者是说我人为认知了 这整个监测流程现在其实是一个异常事件 那我们程式里面会有一个对话框 会有一个回答问题的表列 那user这个时候只要帮我们回答几个问题 他其实就是在帮我们输入事件 所以他整个流程其实是被很自然化的设计 在这一套系统里面 所以user其实也不用这么害怕 所谓的导入AI这个事情 其实他就是在场内自然而然 然后根据他场内制造流程 这些数据慢慢地被生成 搭配这些事件 搭配这些回答问题 他自然而然 他的场内监测的模组就在 在我们所谓的在背光就不断地被优化 所以他就会管得越来越精准这样 接着我想要请问Ted 可不可以进一步来说明金属加工的架构 那林华所谓的MCM平台呢 在实际的场域上 他又是怎么样来实现呢 好那个我们刚刚谈了很多 这个关于金属加工的这件事情 需要注意的事项 那其实我想我们大家 刚刚都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金属加工它是一个高速 而且连续性的一个行为 那高速的这个行为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有一些更高速的一些 这个监控的方式跟手段 那因为连续性的关系 所以这整个运算就会变成非常的复杂 那一般传统的一些做法的话 一般这个既有的一些专家或者厂商 他们会用的做法 可能是选择一个50kHz的一个资料截取器 然后可能搭配一个PC的平台 来做一个截取跟分析 那我们另外的MCM100 我们提供了128kHz的一个截取的模组 那128kHz代表什么意思 128kHz代表我们的截取模组 能够看到更精细的一个时间的变化 我们藉由这样的一个精细的时间变化 我们就能够知道说这个加工 这个机械加工的平台 它运作到底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问题 那另外呢 就像我桌上这台 就是我们的MCM100 那另外我们还提供了一个四通道的一个同步的一个类比输入的模组 那这四个通道的这个输入模组呢 我们可以安装两个以上的一个加速规 那两个以上的加速规 我们可以同步的来做运行跟分析 那这代表着我们可以同时去分析两个轴向的一个震动的发生 跟两个轴向以上的一个加工的运作 那藉由两个轴向以上的一个同步的分析跟运作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更精细的事情 比方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CNC加工机 它的运作其实是两个轴向以上 甚至三个轴向的 那这个时候的加工的运行 透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四通道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更精细的事情 那在我们的MCM100上面呢 我们还提供了四核心的CPU 我们四核心的CPU 当然我们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运算能力 能够及时的把刚刚提到的四个通道的 128KHz的一个资料截取进来的时候 我们能够做及时的运算跟分析 那如果这样的运算能力还不够 我们还可以考虑说是不是要加上GPU 来进行一个AI的一个加速 那另外我们的MCM100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一个相当小体积的一个装置 小体积的装置其实是在 现在整个机械设备上非常有优势的 因为你的客户的一个应用的环境 安装的环境 未必有足够的空间能够让你安装 比方说 像我们刚刚提到很多这个设备 像冲压机或者是这个PCB的一个 钻孔机之类的 它的现场跟这个机械设备的环境 可能不足以让你安装一些比较大型的设备 甚至是PC这样等级的东西 那我们的MCM100各位可以看到图上面 我们的体积是小到足够能够让你安装在既有的机台上面 然后又能够让你来附和这个比较大量的运算 那另外呢我们的MCM100它是一个无风扇的设计 那传统的做法你可能 如果你要有高的运算效能 你就必须要有一些风扇来散热 但我们的MCM100无风扇的设计的话 能够避免掉一些粉尘 比方说我们的加工机 其实它在加工过程当中 会有一些这个粉尘喷溅的一个现象 那这个粉尘喷溅的现象 其实多少都会造成这个周边的机械的故障 这个寿命减短的一个情况的产生 那我们的MCM100 透过一个这样的一个无风扇的设计 就能够完全避免这样的现象 所以我们整体的设计都是有考量到 这个机械加工业 甚至是一般比较恶劣环境的一些应用来做设计 那最后我就想要请Ked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当我们的业者呢 他实际想要应用这些监测方案 到他们的实际应用领域之前 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可以来协助他们规划的呢 其实我们这几年 确实接到很多业者来跟我们洽询 那这个洽询的过程当中 我想有几段工作要做 那第一我们会先去了解客户实际的需求是什么 他希望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那第二我们会需要了解说 客户你现场需要来监控的机械设备可能是哪一类 比方说你是这个我们刚刚讲的加工机啦 还是说我们刚刚讲的空压机啦 那这会影响到我们到现场做评估的时候 我们到底需要准备哪些工具啊 要做哪些事情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的话 我们就会需要跟客户去做一个时间上的安排 我们可能要安排时间到现场去 像我个人就跟Vincent去过一个这个仓储工厂 这个仓储工厂说 他们这个仓储工厂 他也希望来对他们的这个设备的这个故障的可能性 来做一些监控 那我们就会跟客人先确认一下 那刚刚讲到这些事情以外呢 我们就得跟客人约个时间说 那我们到你那边去 来我们实际来做一些这个现场的一些预判跟分析 那看到这个现场之后呢 我们要会做几个事情啦 第一是我们需要知道说 你这个现场的空间有多大 那空间会不会有一些局限性 那这个对我们将来不管在布线啦 或者是设备的安装啦 都需要做一些考量 那第二就是我们会实际的去安装一些sensor 我们实际对这个客户的设备做sensor的安装 然后来实际的来录取一小段的时间 这个设备运作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运作的状态 我们录取回来之后呢 我们回到公司 我们就能够对这一段的资料 来做一些进一步的分析 不管是用我们手头上的工具 或者是我们刚刚提到的machine learning 我们都可以运用我们手上的工具来 对我们现场采集到的一些资讯来做分析 那做完分析之后 我们就会来去跟客户讨论说 那我们现在分析的结果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是不是有达到你的需要 有没有达到你的期望 那我们就可以讨论说 那我们是不是有需要来实际的来架设跟部件 那后续的一些比方说效益 或者是实际的效果 我们都可以来跟客户做一些讨论跟评估 这是我们在这个设备故障预防监诊方面的一些 这个前期的讨论 另外还有一些客户呢 他可能会提到说智慧工厂 其实还有一些比方说 他的工厂里面有一些运作的机台 那这些机台呢 他目前没有联网的能力 也会来跟我们林华恰询说 那是不是有这个什么样的方式 能够协助他的设备能够连上网路 那把这个机台的设备的一些状态 能够往后回传 其实这也是整个故障监控的一环 因为有些设备 其实他也会有他的一些故障讯息 能够截取出来 那像这样的情况的话 我们可能也会跟客人讨论说 OK没问题 那您的机台是哪一些种类 你的机台的这个状态是怎么样 是不是有荧幕的输出 是不是有键盘滑鼠 是不是能够安装sensor 诸如此类的 我们做完这个第一次的 这个评估跟了解之后 那我们就会跟 一样跟客人约一个时间说 那我们到你现场去 那看看你的这个设备机台 我们会带一些 我们现有的产品跟装置 到客户的现场去 去做一些评估跟安装 那我们在安装完之后呢 我们同样的也就能够知道说 客户的这一个目前的一个旧的机台 是不是能够把他的状态跟资讯 揭入下来 那借由这样的方式的话 我们就能够为客户做一些 比较完整的整场的评估 因为其实一个工厂的运行 有很多不同的种类的设备 往往不是说我们一套方法 或者是一套设备 就能够解决客户所有的问题 那我们临滑很好的地方是 我们在各个领域 我们都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产品 我们借由这个产品的整合 甚至一些这个软体的一些辅助 我们就能够协助客户呢 把整场的智慧化跟自动化 来做一个一次性的安装跟协助 那我们非常谢谢Ted今天精彩的分享 也谢谢Vincent和我们分享 他过去的宝贵实战经验 那我相信呢 经过今天一个小时的座谈会 大家对于设备兼诊 不管在硬体软体 或者是整合面的部分 都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那只要有报名我们今天活动的朋友呢 会后都会收到今天的影片 还有资料 那接下来非常重要的 就是要邀请各位来帮我们填写 今天的问卷 那只要填写问卷的朋友呢 就可以获得我们为您准备的 7-11的咖啡卷 那另外我们也会从填问卷的朋友当中 抽出五位幸运的朋友 可以获得蓝牙的耳机哦 所以各位一定要把握时间 来填写今天的问卷 那当然如果各位有任何 在企业云上的这些问题 也欢迎您在问卷上告诉我们 我们将会主动联系您 让我们一起来找寻 企业的最佳解决方案 那我们远距离系列的这个论坛呢 就期待我们下次的第三集咯 我们小编会再另外提供报名的连结 我们下次见